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一个已用的破烂 还穿了几个小孔 破水桶对主人说 你扔掉我吧 我已无用了 你辛苦打来的水被我漏了不少 令你白费气力 主人回答他说 不要说自己无用 你有没有留心看看我们每天走回家的路 我常把你挑在扁淡的同一边 你经过的那边路常长着小花小草 特别漂亮 好水桶经过的那一边却什么都没有长 你知道是谁天天浇灌那些花草 为小静添生气 为路人增情趣吗 主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认为自己笨拙 蠢顿 软弱 残破 衰老 无才 无能 无用 与条件更好 能力更高 办事效率更强 更有青春本钱的人比较之下 就更相形见桌 但你 天主 却毫不以为然 你是世界 人类的造物主 你爱你创造的一切 凡受你所造 所爱的 都有价值 都有存在的意义 智慧篇的作者赞叹说 的确 你爱一切所有 如果你不愿意 什么东西能够存在 如果你不吩咐 什么东西能够保全 爱护众灵的主宰 只有你爱惜万物 因为都是你的 当年 你的圣子连一只又丑又笨的驴子也看得起 叫人把他牵来 理由是主要用他 让他成为他融进耶路撒冷城的作家 主 你欣赏我们 就算我们自认一无是处 你用得着我们 就算我们自认一无所能 你使我们与你合作的方式及机缘 多彩 多姿 令我们惊讶 令我们叫绝 主 我们是你手中卑微的工具 请随意使用